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立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今天读的圣经是《列王记下》 十三章 全章 这章开始就讲到两个皇帝 一个皇帝约克斯 就是接触他爸爸耶护 耶护过了身之后 他的儿子约克斯做王 还有接着第二个就是约克斯 这两个皇都是因为不肯敬拜上帝 所以这段时间国家就很软弱 现在我们在读圣经之前 我们做一个祈祷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 我们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遇到困难 有时因为我们不小得敬为你 行自己的路 以至于落到困境里面 教导我们小得敬为你 以至我们可以享受你 丰盛的恩典天天欢喜快乐 是奉利 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帮主耶稣命求 阿们 《列王记下》 第十三章 以色列王约克斯 阿哈姐的儿子犹大王 约克斯第23年 耶护的儿子约克斯 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十七年 约克斯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陷入罪女的拿罪 总不离开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将他们屡次交在阿兰王哈舌 和他儿子变哈达的手里 约克斯狠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所受的欺压 因阿兰王欺压他们 耶和华似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 使他们脱离阿兰人的手 于是以色列人 仍旧安居在自己的帐旁 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 使以色列陷入罪女的拿罪 仍恨在罪中 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阿赛拉 阿兰王灭绝约哈斯的军队 踐踏他们圆和墙上的陈沙 指及约哈斯留下五十骑兵 十两战车 一万步兵 约哈斯其余的事 凡他所造的和他英勇的事迹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皇记上吗? 约哈斯与他祖先同遂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阿斯接触他作王 以色列王约阿斯 犹大王约阿斯第三十七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 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以色列王十六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伯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陷入罪女的一切罪 仍恨在罪中 约哈斯其余的事 凡他所造的和他与犹大王 阿玛借交战的英勇事迹 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皇记上吗? 约阿斯与他祖先同遂 耶罗波安坐上他的皇位 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皇一同葬在撒玛利亚 以色列诸皇约阿斯下来看他 伏在他念上哭一说 我父呀 我父呀 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阿 以利沙对他说 把弓箭拿来 王就拿了弓箭来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你用手开弓 王就用手开弓 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 说 打开朝东的窗户 他就打开 以利沙说 射箭 他就射箭 以利沙说 这是耶和华得圣的箭 是箭圣阿兰人的箭 因为你必在阿弗攻打阿兰人 直到灭尽他们 以利沙又说 拿几支箭来 他就拿了来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打地吧 他打了三次 就停止了 神人向他发怒 说 你应当击打五六次 就能攻打阿兰人 直到灭尽 现在 你只能打败阿兰人三次 以利沙死了 人把他埋葬了 新的一年 摩阿兰人成群结队 入侵境内 有人正在埋葬死人 汉阿 他们看见一群人来 就把死人 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 逃跑了 死人一碰到以利沙的鞋骨 就活过来 用脚 站了起来 以色列与阿兰争战 约哈斯在位连奸 阿兰王哈舌 屡次欺压以色列 耶和华 却因越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立的药 仍私隐给以色列人 联敏他们 眷顾他们 不肯灭尽他们 直到现在 仍不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阿兰王哈舌死了 他儿子变哈达 接触他作王 从前 哈舌和约阿斯的父亲 约哈斯交战 攻取了赛城镇 现在 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斯 三次打败哈舌的儿子变哈达 从他手中 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镇 神经的重点 第一 约哈斯接触耶和做王 他都是不要得敬畏上帝 继续带领百姓犯罪 结果呢 国家很弱 整日有外敌来打仗的时候 他们都无法抵抗 结果被阿浪王 是不得敬畏上帝 黑到四下四下 留下剩下很少的军队给他们 很少的马匹给他们 接着另外 王他离开了世界之后 又可接受到王 仍然都如此软弱 所以让我们看到 应该是敬畏上帝 才可以写到国家兴成的 一个国家敬畏上帝 上帝就会赐福给这个国家 这个说到第二个重点 就是伊丽莎病 病得很重 不知什么病 以色列王约克斯知道了之后 就立刻去探望他 他跟先知伊丽莎 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因为过去曾经 每次打仗的时候 敌人在哪个地方来 伊丽莎先知都知道 就派门徒跟他说 应该避开 所以约克斯王 在这么多次的经验里面 明知道先知伊丽莎 跟他的关系 他听到伊丽莎先知病的时候 他哭得很凄凉 很关心 希望这个先知没有死 能够帮他打胜仗最好 结果伊丽莎先知都教他 应该射箭 得胜的箭 向当面射 希望他打胜仗 有些关系 关系第一 我们看到阿哈姐王 和约克斯王 他们不许多敬畏上帝 而国家很软弱 这个被我们思想到 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 我们生命里面有时觉得很软弱 有人信了耶稣之后 我仍然很软弱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不许多敬畏上帝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发现到 如果要敬畏上帝 将上帝的事比第一 尽量上帝的旨意 勤力工作 生活有好的习惯 每个人都应该过着很快乐 很丰盛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说 我来了 只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盼望所有人会记得 专心敬畏上帝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 他曾经在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二支那里说 上帝既不论式 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入万物和他 一同伯伯的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过一个 封城的人生 不是过一个软弱的人生 若阿斯王知道伊丽莎病 伊丽莎先知 病了要死 他真的很难过 因为有伊丽莎先知 帮助的时候 他打着的时候 常常会打赢 会胜过敌人 这个让我们看到 人生里面 需要有些好的朋友来帮助 如果你有好的朋友 能够帮助你 或者经济方面 或者智慧方面 帮助你就最好了 但多谢天父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谁做我们的帮助 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帮助 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所以人生得一知己 这个知己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测试 成为我们的供应者 有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会得胜魔鬼 胜过受敌了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以莉莎说 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 是战胜阿兰人的箭 因为你必在阿弗攻打阿兰人 直到灭尽他们 列王记下十三章十七节下 我叫他人 躲得胜的箭尘 我叫他人 我叫他人 他人 也叫他人 他人 我叫他人 我叫他人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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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